80后男神的婚姻都还好吗 胡哥不爱老婆 陈晓真离了 这对模范夫妻感情也破裂 当爹后 胡哥跟妻子的合影首次被晒出 他说自己的小家是其乐融融 刚过完37岁生日的陈晓 没收到陈妍希的公开祝福 再度被传离婚 80后的男神都已到不惑之年 他们的婚姻生活都怎么样了 双成婚姻的孩儿的模式 相差5岁的姐弟恋家不同的成长背景 陈晓 陈妍希2016年结婚 他们的婚恋其实一直都是孩儿的模式 首先 两人因戏生情 到底是爱上了演员本人 还是迷上了角色 这可不太好区分 许晓就说过 想明白自己总是爱上了对方扮演的角色后 就不再跟同行谈恋爱 陈妍希也解释过 拍《神雕侠侣》时并没有恋爱 杀青一年后 聚播宣传期 两人才定情 当年 陈晓和赵丽颖的CP正热 跟袁珊珊也有绯闻 双晨恋突然从天而降 大家都有点猝不及防 其次 两人是姐弟恋 相差五岁 两人都长得嫩 外形上没有年龄感 内在的心理成熟度 对生活的理解和期许 是否相差巨大 就不好说了 婚礼上 播放柯南主题曲迎接新娘 陈晓是够中二 热血的 陈妍希则一脸包容和享受 毕竟热恋中 看什么都是顺眼的 做什么都是可爱的 可等和尔蒙散去 过其小日子 就需要彼此磨合 妥协 最坏的结果 就是关系还没磨合好 先把胆情磨没了 第三 两人的成长环境相差很大 据说 陈晓出生在安徽的宫 物园家庭 家境小康 家风传统 一路认真读书 考进中系 陈妍希在台湾省出生长大 父母离异后 独自去了美国留学 学的是市场营销 从当年的留学照片看 他性格外放 喜欢环球旅行 唱歌表演 他当初入圈的冤枉师当歌手呢 难怪他会去演邓丽君 陈晓是个喜欢画漫画 写小说的中二 文艺 宅男 他自己都说 不拍戏 可以一周不出家门 陈妍希曾提过 想跟陈晓一起旅行 但貌似结婚七年 一次也没实现过 两人段子小星星的态度 陈晓要藏 陈妍希想晒 果然 不同的成长环境 会造就不同的价值观 和处事方式 他们也都在努力贴近彼此 消除成长背景不同 带来的差异 婚后 陈妍希就定居内地 北京合肥两地跑 比不肯常居北京 让前夫每周打费的的大S 更懂心疼自己男人 陈晓很支持 产后的陈妍希付出工作 当年 大家都忙着 羡慕他俩的婚纱文 有多浪漫 没细想过 他们婚姻里的这些痛点 也不知道 这段余政造就的双陈恋 能否逃出婚姻七年之痒的魔咒 袁红 张欣逸 持续欢乐地秀恩爱 明星找同行 婚姻就不会好吗 当然 不是了 袁红和张欣逸 这对娱乐圈的夫妻档 也是因戏生情的同行 他们的爱情故事 同样充满了戏剧性 两人同样经历了 姐弟恋的甜蜜语挑战 自2016年结婚至今 他们不仅没有遭遇 传说中的七年之痒 反而感情越发深厚 成为了圈内公认的恩爱夫妻 袁红在婚姻中的表现 更是让人称道 她每天六点起床 不仅负责带娃 还能为老婆张欣逸 准备出四菜一趟的健康美食 这样的贴心和细心 让同为娱乐圈人士的朱丹 羡慕不已 朱丹曾在节目中分享 在自己怀老大晕兔难受时 才能吃到丈夫周先生 下厨主的小馄饨 那份关怀让她倍感温暖 如今在看朱丹的这一段分享 俨然又成了黑老公的例证 朱丹老师 你可能不知道 有多少人羡慕你 可以将一个1米86的高冷大帅哥 指挥的团团转 让他甘愿洗手做羹汤 洗锅不敢刷碗 这样的画面 虽然带有调侃的意味 但背后却是满满的幸福和温馨 袁红和张欣逸的婚姻生活 以及朱丹和周先生的小故事 都向我们展示了明星夫妻 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与甜蜜 在这些温馨的细节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最真实的样子 那就是无论外界如何喧嚣 回到家中 总能有一个温暖的怀抱 和一顿热腾腾的饭菜等待着自己 这样的生活 简单而美好 让人心生向往 大事上 没结婚都能帮你还两千多万的债务 一句怨言没有 小事上 很自然地蹲下给你细鞋带 嘴上说着不秀恩爱 还是陪着你去了婚恋综艺 周一为 朱丹也是阴喜结缘 秀春刀衣是大霉人 这段可能确实不太适合秀恩爱 男的不爱解释 你的词不达意 夸老公胜似黑老公 说回袁洪和张欣逸 他俩秀恩爱那叫一个热闹 结婚纪念日 张欣逸送了他一株草 那草有一人多高 直充客听天花板 袁洪一边秀土 一边发问 为何会有这样奇葩的礼物 张欣逸回复 有没有可能只是我觉得这里需要数 这真是老夫老妻的节奏 纪念礼物都送得如此务实 搞笑 胡哥娶了你助理 却总把他藏起来 总被戏称结婚困难户的胡哥 2023年直接官宣当店 另一半比胡哥小11岁 曾是他的服装助理 据说 小助理常常帮胡哥喂猫 胡哥有十几只猫呢 大概就这样为了感情 跟胡哥传过绯闻的杨幂 薛嘉宁 江书颖相比 他实在太普通了 甚至有网友刻薄地说 大明星为啥要找个矮冬瓜 胡哥从不和他在公开场合露面 也没有举办婚礼 有网友因此推论 胡哥不爱他 不在乎他 胡哥哪里不爱啊 他恐怕是太爱了 生怕外界的声音伤害到妻子 总小心翼翼地把他藏在身后 保护起来 前几天 刘松仁发布了跟他们夫妻的合照 素颜的两人看起来挺有夫妻相 小姑娘蛮清秀的 很快刘先生就删了合照 必然是胡哥不想太太被曝光的缘故 胡哥刚接受采访说 孩子现在16个月大 更多是妻子在照顾 很感激他 自己的小家其乐融融 更早以前 胡哥在节目里展示过自己给小婴还换尿片的技术 被产科医护直夸专业 他还说 妻子的每次产检 都是他陪着去的 在娱乐圈中 大明星与女助理结婚的故事并不显见 像张震这样的实力派演员 最终取了交他日语的庄文如 两人的爱情故事低调而甜蜜 中震涛和黎明这两位曾经的乐坛天王 在经历了一次婚姻之后 也都选择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助力再续良缘 这些例子在娱乐圈中逼逼街市 展示了明星们在光鲜亮丽背后的真实情感生活 当我们盘点80后男神们的婚姻生活时 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们几乎都选择了身边的同事作为终身伴侣 有的人和自己一起拍戏的女演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如黄小明和Angela Baby 有的人则和与自己一起加班 并肩作战的女助理发展出了深厚的感情 如张杰和谢娜 这些明星们的婚姻选择 其实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都是和身边常常接触 了解的人走到了一起 婚姻归根到底 是给自己过的 不是让别人说的 明星们虽然在舞台上光鲜亮丽 但在婚姻的选择上 他们更倾向于寻找一个能够理解自己 陪伴自己的人 这些女助理或女演员 因为工作的关系 与明星们有着长时间的密切接触 他们之间的了解和情感积累 往往比外人来得更为深刻和真实 这种婚姻模式也反映出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人们在寻找伴侣时 往往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共同经历生活点滴 分享喜怒哀乐的人 毕竟 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在这个过程中 明星们也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他们的婚姻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和幸福 并不总是需要华丽的外表 更多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相知相守